更高 更快 更强 精神完美气候 赛车运动属于奥运项目吗 我要参加奥运会 为国争光 小货子 赛车运动不算奥运项目 提到赛车 我们首先穿越回1886年的德国 1月29日 卡尔本茨成功为他的三轮汽车申请到专利 这一天被称为现代汽车不合日 1887年4月28日 法国巴黎自行车杂志首次举办仅有一名参赛者的汽车运动 对 这就是那个发明跑车的人 他驾驶蒸汽机汽车从西北大桥跑到波罗涅森林 全长2公里 看爆看爆 第一届汽车比赛在巴黎举行 戴迪安第一个达到终点 霸他 标志和潘哈德因为使用最新的汽车内燃机技术而获得冠军 嗯 还能这样 戴迪安看着自己的蒸汽机汽车无脸懵逼 就这样 赛车运动诞生了 他不仅是竞速还是革命 为什么赛车不能列入奥运会 小伙子 不要激动 我跟你说一段赛车与奥运会的源源吧 1900年巴黎奥运会有很多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项目 比如拔河 伯格射击 放风筝 在这一年 赛车的初代粉丝 法国人将赛车列入巴黎奥运会项目 这一次全球拉力赛耗时6个月 比赛分为汽车 单排座汽车 摩托车 3个组别 比赛冠军可获得46000法郎的奖金 1936年柏林奥运会 布里特贝蒂在取得奥运会骑车拉力赛冠军后 赛车运动就从奥运会消失了 What 就没有了 我做了什么 你以为赛车运动玻璃出奥运会项目就没有赛车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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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奥运会的日子我们可没闲着 F1 乐盲24小时奈利赛WRC世界三大汽车赛事 F1与奥运会世界杯并称为世界三大体育赛事 诞生于1950年英国的银石赛道 乐盲以历史论英雄 乐盲24小时奈利赛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 乐盲也是诞生传奇故事的地方 比如福特对法拉利的复仇 保时捷917横扫车坛 马自达转子的反击 赛车运动 蓬勃发展诞生了很多冠军车队 梅塞德斯 法拉利 雷诺 也有很多优秀车手 赛纳 舒马赫 汉米尔顿 周冠宇 为了让赛车重新回归奥运会 国际气联一直在努力 国际奥组委做出的最大让步 也只是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删除了 比赛项目中不允许依靠机械动力推进的条款 所以在给予F1无限尊重的同时 我们并不会将赛车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我们做个假设 如果赛车入奥 英国车手汉米尔顿驾驶德国生产的梅塞德斯赛车获得冠军 中国车手周冠宇驾驶意大利生产的阿尔法罗密尔赛车获得冠军 那么冠军到底颁发给汽车生产国还是车手国家 有句话说 赛车是七分车三分人 汽车生产国? No 本国车手驾驶本国车参加比赛 对于汽车工业不发达国家不公平 统一使用同样的汽车 这是卡丁车再也找不到赛车的感觉 总结一下不能入奥的原因 赛车特点 投入高 风险高 七分车 三分人 奥运会特点 成本控制严格 参与性高 以人为核心 经济下行 很多国家已经无法制造出自己的汽车 培养自己的赛车手 这些与奥运公平公正的精神都相悖 所以忘记赛车入奥的事情吧 奥运不是每年都有 但F1每年都有 当离你最近的那场F1举办时 咱们别错过 电影《闻香时女人》中 弗兰克中校说最吸引她的 第一是女人 第二是跑车 人与机械的完美结合 克服重庸困难 冲过终点那一刻的兴奋 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赛车 快 更快 赛车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极度的刺激体验 在赛场 速度与荣耀的背后 是赛车手超越常人的付出 我想走得更远 我不断尝试争取新的突破 我想发现我的极限 我的身体的限度 心理的限度 对我而言 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车神赛纳在一次采访中说 科技在进步 赛车的安全防护也在进步 但是你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那一刻 寒寒的话 让人有些伤感 获取速度 利益 荣耀等等 都不是最重要的 正如2010年舒马赫再度回归时说 不再为荣誉 只是回到一个孩子最初的梦想 如果你需要有车 我有 不好意思 我才能在自己的家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